喂 大家好 又是香港仔在台灣 又是我們的長期合作夥伴 法國姐姐終於回歸了 回歸了一段時間 OK 回來法國了 哈囉 大家好 可能大家不認得我是法國姐姐 因為沒有戴過太陽眼鏡 其實我是法國姐姐好 她終於肯跟大家顯露她的真心 OK 所以認著她 是啊 我之前有幾條片 跳舞的片已經剝了眼鏡 平時戴太陽眼鏡有些可能是 你豁出去 免得化眼妝 你不知道女孩子的眼妝要化多久 所以趁著今天我有化妝 待會再錄了幾條線 我不想化妝 所以下一次你是不是會真心是人呢 還是你都會看回你的 會不會之前有一些化妝活動呢 這個就很前合今天講的題目 為什麼呢 今天我們講壓力 有時候壓力就是來自於想一些將來的東西 而將來的東西可能是很無聊 不需要現在想定的東西 譬如我不會想定下一次 我什麼時候錄影響不需要發動 這些就是我平時處理壓力的方法 好 剛才發覺直接都說了 我們今天的題目都是說 這個全球人類的快樂指數 其實多個快樂指數 不多不少都會來自壓力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壓力的呢 那麼那麼久 都不是那麼久了 其實都很多年了 精神壓力都真的是 精神健康這個位置 大家都很關注的 但是近這幾年是特別的 都很嚴重了 所以都會值得和大家 都想和大家聊一下 那麼我們又怎麼看呢 我們在兩個地方裡面 就是或者在我們的香港 都會講一下 還有都會在佛法的角度裡面 講一下 怎樣去處理 怎樣面對 可不可以脫掉那些苦的呢 我都很想知道 因為其實真的是煩人煩人 真的很多東西煩的 為什麼我今次會講這個題目呢 因為上次整個多月都是香港 我見到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都是處於一個很大壓力的警戒 例如可能是愛情 可能是婚姻 可能是事業 很多人都是很悶開心的 有些事情可以自己掌握 有些事情是自己掌握不了的 因為很多事件不是只牽涉自己 牽涉很多不同的人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人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而他們的選擇是未必 當事人希望他們這樣選擇的嘛 所以事情發展就會去到一個 他們不想去的警戒 或者朝著一個 他們不想去的警戒發生的 所以他們就會有很大壓力 而他們很多時候 都可能是處於一個很低沉 很不開心、抑鬱的狀態 發覺姐姐很久沒見過他們 一整天沒見過他們 一坐下來就發覺他們整個能量 是一個很瘦的能量 然後慢慢就會聊聊聊 就會發覺原來大家發生了很多事 有些可能容易解決 有些就是解決當中 有些是見不到將來的 所以我覺得壓力這件事 是怎樣解決的呢 還沒說佛法怎樣教大家解決壓力 之前不如我問一下Rick 你同時有壓力的時候 你是用什麼方法去解決的呢 有壓力 其實我最大的壓力就是 一個人來到這裡 所以要面對很多的問題 自己去面對 所以如果你說怎樣去面對 就是我會 我這個是我的通常會做法 就是我會找人去談 如果真的找不到人去談的話 那就自己靜靜地 或者看一套戲 做自己開心的東西 增加開心的一些指數 令到當刻不要想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或者令到我煩惱的東西 轉移它 即是主要是一個逃避 但是說得不好聽就逃避 說得好聽就轉移自己的注意力 是吧 讓自己不要轉移在事件的牛角尖 我的處理方法就是去睡覺 即是一向有問題 我就不想就去睡覺 睡完一覺之後 就已經好像那樣東西 就沒有之前想得那麼嚴重 但是很多時候我的朋友就說 這麼大壓力的時候 我睡不著覺 為什麼可以睡覺 因為其實睡覺 也是我一個逃避壓力的方法 所以我現在的習慣就是 一看到壓力我就睡得著覺 因為這是很自然的一個習慣 譬如有些人一有壓力 就想一想一想 就睡不著覺 你一壓力就想一想一想 那你已經培養了一個思考的模式 處理問題的方法 是不是 這是一個習慣 所以 就像你剛才這樣說 跟別人聊天 我發現那些朋友跟我聊天之後 不是因為我有什麼超能力 而是他們聊天之後 好像已經把垃圾可以抒發出來 所以他們聊天之後 其實都是好了很多的 但是譬如 有一些壓力的來源是因為 那些事情不是在自己控制的方向 下朝著那個方向去發生 譬如我舉例子 不是說我這次看到的一些問題 舉例子 比如婚姻的問題 很容易大家有共鳴 就是可能 老婆或者老公有小三 或者有愛遇 那這個是一個你不願意 不想看到的一個事件 然後你就會有一個壓力 這個壓力是什麼呢 來自於改變 是因為改變 而令到你有壓力 而其實你知道 這個改變是沒有剩下的了 就算另一半已經跟那個小三斷了 是不是 但是回來後 是不是可以破鏡重圓呢 所以其實 我們壓力的來源 很大部分是來自那個轉變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你剛才說的一件事 是一個很重點的位置 就是我們不能控制事情發生 而那些事情是令到我們會 跟我們的期望有落差 絕對不是我們所想的 所以你說為什麼要 那個出路是一個轉變 如果我們一直這樣 其實都是 有些人會覺得 我是很執著的 我不可以接受到某些東西 所以 就是它那個抗壓的能力 就自然會抗 是會降低 但是你都想不到一些方法 當然了 改變的方法也都有很多種 但是最主要其實都是那樣東西 就是我們都很 就是跟我們的期望 是有很大的落差 跟我們想的東西 為什麼都不是這樣 為什麼都不是這樣 就是突然之間出現了一些東西 令到我們很亂 不知道怎樣去處理 或者是接受不了這件事 有時候會問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 為什麼 為什麼 其實很多的事情發生在每個人身上 是不是 為什麼是我呢 如果在佛法上說 就是因為有因有果 之前還沒中下這個因 現在就有這樣的果 是不是 而有時候你是會自責天爺 你是會覺得 是不是我做得不好呢 是不是我的責任呢 有些人就會有幾種方法 即是有幾種人 有些人一問題發生的時候 就會把他推進別人那裡 是不是 有些人就會把問題歸咎於自己那裡 是不是 所以其實都不是一個很全面的方法 當一個人 剛才你說得很亂的時候 應該怎樣做呢 如果你是有朋友 信得過的朋友 你就可以或者親人跟他們談 起碼你不是一個孤獨的 因為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自己處於一個 很孤立無緩的狀態 其實不是的 你跟一些信得過的朋友 真心的朋友 他們一定是會聽你的說 至少是安慰你 有時候他們說的話 未必是適合聽的 但是就算不適合聽 都其實要珍惜這些 想聽你說話的朋友 找跟你抒發意見的朋友 雖然他們的意見 未必是適合聽 未必是適合你 但是當中要知道的是什麼呢 是他們那種真誠對待你的情意 而不是說我不想聽他們說話 因為其實我知道很多時候 大家說話的時候就好像掃一些垃圾出去 但是其實對方如果他自己都有自己的問題 他很容易會讓你影響到兩個人 所以就是拉回大家 是怎樣可以拉回大家出發的 如果找一個傾訴的對象 本身都是一個負責的人 你跟他談的時候 可能兩個人越談越負責 越談越負責 就發現這個世界是沒有希望的 所以我覺得要找一個傾訴的時候 你也要想想那個人能否承受得住 如果那個人本身有很多問題 你還跟他說的話 可能並非是一個對他 或者對自己的一個最好的方法 或者傾訴對象 所以就要找一些 可能你覺得他比較樂天的人 不過現在就算你的表面上很樂天 其實最樂天的人 可能內心深處是最不開心的人 所以跟別人在談是一個舒緩的方法 但是不是一個持本的方法 你認為呢? 剛才你說要找一些對的人 其實在我的感覺裡面 或者不是感覺的 其實很多人都不是很理所 當然說一定會有人會聽你說你的心事 也不要說你一定有朋友 或者就算他有朋友 他都覺得不想讓別人知道 也不是理所 當然一定會有很多人會聽自己去說話 所以也有些人經常都會想說 我有壓力了 那我怎樣立刻去解決呢? 但是剛才也有說過那個點 有些是不能自己控制的 也都是要等時間的 也都有一些事是真的不是說你想立刻解決就解決的 而且也有很多的地方就是其實 有些人會選擇去說 有些人是選擇不會去說 因為他就算會覺得說出來有沒有用 但是其實我們是會相信 也都我也覺得是的 說出來是會有一種排解和舒緩的作用 但是有些人真的也都可能是比較多的男性 他們會覺得說出來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真的能夠立刻解決呢? 或者說出來給他們聽你有明白嗎? 所以很多壓抑就會藏在心裡面 其實說出來你不需要知道那個人是明白嗎? 有時候是一種情緒的交流 有時候那些兄弟、姊妹、心照 有些東西叫做心照 所以其實你說出來可能他們是不明白的 但是你知道他們才敢上去支持你 這件事其實都已經很重要了 另外就是我們說聊天 第二個方法就像你這樣 就去看電影 暫時逃離 那麼專注在問題當中的情形 例如你可能看電影 我可能會睡覺 有些人可能去做運動 有些人可能去學習瑜伽 或者去插花 可能是一個輸壓的方法 還有其實都是專注在另一種令到你定心的事 還有有些人他有壓力的時候就會不斷地想 怎麼辦呢? 可能我不知道下個星期會發生什麼事 會不會解決到問題 每天在想怎麼辦怎麼辦? 那有些人可能他們是有宗教信約的 比如是天主教或基督教他們就會祈禱 求主你可不可以幫我 你可不可以幫我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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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信佛的就是 哎呀我食牆齋 但是你可不可以幫我幫我幫我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一個求治 當你在求治那裏 你會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去控制 希望上天去幫你解決的問題 其實是一種不可以叫懶惰的 但是是一種很依賴外力的方法 但是當你每一次祈禱 一怕一祈禱 你就說求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不斷在提醒自己 我是在求一些東西 我是得不到一些東西的 我們有一集 撇開佛教 我們有一集說吸引力八則 當你越害怕 越擔心那件事發生的時候 你就會把這些東西引起回來 所以其實你越想到最差的東西發生的時候 是對這件事有沒有幫助的 是沒有的 也都是天天在嚇自己 你天天在嚇自己的時候 你身心也不可能處於一個健康的狀態 那你就會問那怎麼辦呢? 那我自己有一個方法就是 每天你祈禱或者去做一個反思的時候 你不可以在想 怎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求神解決這個問題 反而可能去想一些很感恩的事情 就是有這個問題在 但是你可能去找一些感恩的事情 每天去記錄一些你感恩的事情 譬如感恩我今天又過了一關 感恩自己今天想少了衰的 或者是負面的事情 感恩今天我仍然是有飯吃有三醬 你每天做多些感恩的事情 將那個念頭 變回了一個比較善的念頭 其實你的狀態應該會好過你 將一時間不斷轉牛角尖去想 那件事最壞的情況發生 我自己這個是一個小小的建議 有什麼事用 女性或者女性會比較善於表達和溝通 我剛才說過益壓的位置 可能比較偏向多些男性 他們會覺得很多時候 以解決為主導 會覺得沉醉於在港情這樣的交流 就是他們會在價值的層面 就會想有沒有用 總之現在要快點去解決那個位置 你說話 我要復視一下 很快 OK 你繼續說 我也記得這樣說 其實這可能是一些 良性方面的慣常 或者天生的DNA 就是他們會怎樣去面對 一些壓力的時候 那種處理的方法 所以怎樣可以令到 因為其實我們都 即近幾年都真的都有很多 就是壓力底下的情況 然後會產生很多負面的情緒 負面情緒之後又會令到他 又會想很多轉牛角尖的東西 亦都會產生一些 不開心的事情會發生 就是 所以在這個層面裡面怎樣 有些人都會說 作為朋友 或者是家人 怎樣去洞察到 怎樣去洞識到的話 可以怎樣去介入 這樣 因為這個真的是 就是 不想見得到很多 一些不開心的事情發生 或者是在那個預防 都可以做多些事情 我自己就是 大家都知道 我有個朋友是離開了 但是呢 在我的經驗來說 一個人 抑鬱案的身懷自己 其實有一件事 我覺得很容易動作 就是 你發訊息給他 給他 他回答你一句 然後不回覆你 他平時有跟你聊天 或者在大群組裡聊天 然後你突然覺得 他沒有說話一段時間 就是 他是很難 撩到他 說話 這些人 其實我覺得 是其中一個 的訊號 告訴大家 他是有些事情發生 這是一個 我覺得 大家很容易 會得到的訊息 尤其是我在身處海外 尤其是我在身處海外 其實都知道我的朋友 究竟是否處於一個良好的狀態 就是他們怎樣去進行訊息 如果他們很難回覆你 未必是因為他們亡 而是他們沒有心情 或者抑鬱症的人 很多時候都會收回自己 不會覆別人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最容易看到的訊息 如果你是身處香港的 或者你的朋友都在附近 你約他出來 他經常都推 其實這些都是持有問題的 這個時候就要多些關懷他們 關懷他們 我們可以另外一集 講一下怎樣去關懷 或者怎樣去令到 有懷疑身邊的朋友不開心的時候 用什麼的開場霸 怎樣跟他們去講 讓他們去講多些 自己一些情況出來 我也很相信 能夠讓到他講出來 起碼都會抒發某種程度的 轉化一些負面情緒 未必能夠立刻解決到困難 也未必立刻可以解決到那個難關 但是起碼他講出來 已經先輸了一口氣 但是之後再 起碼都會讓他覺得 我們是明白的 我們都是了解的 未必能夠完全地立刻解決到 但是起碼都能夠讓他知道 我們是知道我們是同步 這個很重要的 不要讓我覺得很高 不好意思 有些聲音 我看這邊 我看到我老公下來喝茶 而他不想進去 所以他很辛苦地鬥下去 然後我就繼續講 我想問一下Rick 你覺得是否所有的問題都有解決的方法 還是有些問題沒有解決方法 這個是很吊詭的問題 有些事情發生了 已經發生了 已經不能回頭了 但是我們可以解決 解決是我們怎樣去面對心態轉變 這個可不可以叫做解決呢 我也覺得可以叫做解決的 但是那件事已經發生了 一定不可以 就是那個 我打爛了玻璃杯 玻璃杯已經爛了 你可以黏它 但是它也不能夠完整的玻璃杯 這些就是發生的 你剛才說的打爛了玻璃杯 黏起來 這個是不是解決問題 只不過這個是環環圈狀 你想變回圈狀 但是其實複水難收的 所以解決問題 他入鏡了 他已經忘記了 我們說的解決問題 其實不是回頭 而是繼續向前 我們在佛教裡面 大家都聽到放下 什麼叫放下 是否由得它 不是 其實放下 我們之前也有幾集說過 就是我們面對一個問題的時候 不是馬上來就是放下 放下其實是最後一步 其實第一步應該是危起 將那件事危起 然後面對解決 放下 所以其實 剛才說過 其實每一個事情 都會有過去的一天 是不是 過去那天 你就覺得 可能那個 所謂的解決方法 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件事 但是它始終是會過去的 所謂的旋道橋頭自然跡 是不是 所以 它一定是會過去的 其實現在 反過來看自己的人生 其實有很多關都過了 可能過的時候 不是自己最想的方法 大家經常說沒有方法 只不過那個方法 不是你預期的方法 那你是否面對到呢 可能都面對不到 你永遠都會黏在那裡 可能它就是決定 跟小三在一起 那 你難道又 一戶二戶三上五掉 你都是留不到那個人的 所以其實是 要看清楚這件事發生之後 它之後的可能性 你可以是想定的 但是不要想每一個可能性 都是一個絕境 只不過是一個轉變 只不過是一個轉變而已 所以你接受 首先面對那個問題 然後放下 就是說解決了問題 就是回歸就走了 就不要不斷想回過去 如果有組織就怎樣怎樣 這個世界沒有組織藥 也沒有後悔藥的 我們要向前看 所以就是那件事 去到這一段 那我們就解決 接著就接受 接著放下 就繼續向前走 當你回頭看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覺得很大的難關 現在反過來看 其實你都覺得 其實我也很厲害 過得到這樣 這裏不知道Rick有沒有一些方面 因為我的狗已經變了 OK 剛才你講一件事 譬如用回小三這個例子 就是當然了 我很贊同你剛才說 要提起了 接著就去面對 接著要去解決才去到方向 但是這個可能是一個 一個可能是一個步驟 或者一個階段性 這樣 其實追過不了那個關 就是 你說要向前 他就是想很多向前的東西 但是又未知的 他對我一次不忠 會不會又有下一次呢 或者他這樣 這樣傷害我 這個位置 就是很多東西是會卡在那裡 或者很執著某一些東西 就是他對我不住 將來會不會又對我不住 或者他曾經對我不住這個傷害 為什麼我要原諒他先呢 那這些位置就是會 有關於我們講的 可以開始講一下佛教 怎樣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剛才講的所有事情 你說的所有對自我的懷疑 或者是想報仇 想報復 或者是懷疑的心理 其實就跟我們的 貪親痴萬兒 是不是 就是那幾個根本的煩惱 又去回貪親痴萬兒這幾個煩惱 疑心寵 是不是 貪 愛 疾 都是這些東西 所以佛法怎樣教導我好 就是 就是要這個定心 很多時候我的朋友都會說 我定不到心 究竟這個心可以怎樣定下來呢 剛才我們講的這個 都是一些逃避的東西 但是其實你剛才講的 所有的報復 不甘心 那些其實是情緒 我們要不受情緒底限去做事 才能夠冷靜 那怎樣可以令到自己的心定下來呢 那其實呢 我自己學的就是要尊重 我們經常說是尊重 佛教經常說我們要尊重 在當下的英語 但是這些是很玄妙的東西 如果我會這樣教 不是要教 就是分享 當你的心 一不定的時候 首先你要知道心不定 很多時候大家在轉牛角尖 或者心不定 亂想的時候 大家是會放縱自己去做那件事 是不是 大家是不知道自己其實是在做一些妄想性的事情 但是其實呢 如果你的心定的時候 你會不會不想壞事 一樣會想壞事 但是當你一想壞事的時候 你知道自己想壞事 就是覺察 經常說的覺察 那怎樣去定自己的心 那有些人就會打坐 有些人就是插花 有些人就是會唸經 我們有一集說過怎樣令自己的轉念 就是你一知道自己有這個源頭出現的時候 你就可能拿佛珠出來唸一唸 或者拿一部經出來定一唸去唸 令到自己的心就專注回 叫做幫到自己的經文 或者是一些信念 幫到自己的地方 這樣 那這個是定心的 但是我們再進一步說 就是很多時候打坐都可以幫助自己 但是打坐的方法我講過 不可以在這裏說 順便賣一下廣告 那就是我學佛的地方 3月就會有初班 初班是不需要收費 其實班班也不用收費 但是大家可能想問法國姐姐 可能在樓下留言 大家可能不懂 不要緊的 我這裡有一個IG和Facebook 大家可以在Facebook或者IG那裏 私信我 我就會回答大家 明白 那你自己有沒有什麼問題 原來我們很多時候 之前談過那些集數 關於法學的事情 今天好像又回頭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 關於法學的事情 其實都可以在不同的情況裏 都可以拿出來 其實都是提醒自己 我們要怎樣做 那些煩惱的源頭 壓力的源頭 負面情緒 怎樣鑽念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 之前那幾集 其實很多都已經有提及到的 不過很多時候 就是人就是 是不是會善亡呢 或者有時候都真的 受情所困 所以就會有很多事情 就會轉了牛角尖 其實我覺得不是善亡 因為有些朋友正在做法者提議的事情 可能是訓練 去念經 但是他們的回饋可能就是很難 我很難令自己的心悟 去安安 很難 但是呢 我通常都會這樣跟你們說 你今天才是第一天 是不是 你今天才是第二天開始 你養成一個習慣 最少都21天 更何況你要養成 去從根本去改變 你那個思維模式 是不是應該要給時間下去 永遠都是自己救自己 所以剛才我跟行友聊天 因為你會覺得他們又不明白你 然後你就久而久之 你又不想跟朋友說 那個朋友又可能慢慢覺得你煩 那你就久而久之 又不想煩 所以最終都是靠自己 那當然 如果真的 是去到一個很不好的狀態 其實之前你就已經要找一些醫生 去聊一下 還有做運動 其實做運動都可以幫助 或者吃一些多令自己開心的食物 那當然 其實最終都要靠自己去想通 怎樣去想通呢 就是剛才有一些方法 例如去擁抱 去發掘 每一天發生自己的小確幸 其實大家生存在一個太平的時代 或者一個太平的地方 其實都很值得感恩 感恩自己是四肢健全 不敢是健全 其實這些是很多 不是理所當然的事 其實反過來看過去 有多少事情 是真的跟著自己最完美的計劃去走呢 其實很多事情都不是 所以 發覺姐姐是很早的時期 已經不是很想到 之後我要做些什麼 或者之後我要做些什麼計劃 因為我發覺很早的時期 我最多計劃一兩年之後的事情 三四年之後 根本上你看看我 我都沒有想過自己會移民 又回到香港 又回到法國 我沒有想過自己 有一天會脫著眼鏡 在YouTube底下 去跟大家分享 有很多事情是會 你覺得是 你猜不到 但是你當是每一件事 都是一個意想不到的驚喜 你當它是每一件事都是一份禮物 讓大家可以從中學習去提升 來到這個人間是遊戲人間 讓事情不要太過執著 我相信大家都很難 很難一聽到就說 你說得簡單 不如讓事情不要太認真 認真的意思 不是說你不去認真做的事情 但是不要把結果看得太認真 因為每一個發生的結果 可能是因為我們自己之前中的因 你就當作 就算這樣也算 算是一個小的果佈 認了它 或者是慢慢分開來吃西瓜 我上次說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 其實也挺好的 因為他的心態挺好 就是這次 他不是心情上的低潮 但是他跌了腳 就是整個月都走不動 那他就會想 哎呀可能 因為他要去希臘 可能他就說 哎呀可能就是 如果我在希臘跌倒的話 那就大劑了 幸好在希臘之前跌倒 那個壞的情況 不是去到最壞 就是每件壞的事情發生 他都會想一些 可能是一件好事 在等著自己 那我覺得 這個可能大家覺得 是一個阿Q的精神 但是其實這個阿Q的精神 如果沒有損害別人 也沒有損害自己的時候 何樂而不為 哇 我們今天都聽了很多 所以其實 那個 一個念頭 一個轉念 其實真的可以幫到自己很多 真的 剛才那個例子 另外我都覺得是很好的 真的想到一些小確幸 還有多些提醒自己 不要令自己亂下去 或者是 真的 其實有很多 那個事情 真的不是事情 自己想到會這麼壞 很多時候就是自己 越想就越壞 那就 多些提醒自己 或者真的 多些 留意身邊的朋友 或者我們自己 因為我也覺得 近幾年都 尼漫著很多 精神壓力 或者很多一些 不開心的事情 所以都真的要 懂得去調整自己的心體 都很重要 是吧 好 那我們就到此為止了 我們下一次又繼續 密切留意我們了 我們又會用多些 佛學的角度 然後去和大家分享 更多一些 人世間的事情 好了 到此為止了 大家記住要怎樣 訂閱啦 Like and share 非常好 到此為止了 拜拜 拜拜